嗨,我是贝贝 我是小欧 嗨,我是妮妮 我们重游丹麦了 这次我们在哥本哈根多玩了好几天呢 来说说我们在北西兰岛的奇妙旅程吧 坐火车去北西兰岛方便又快捷 既可以穿越茂密的森林 也可以沿着美丽的海岸线 处处都是美景 我们先去了赫尔辛格 跟随哈姆雷特的足迹参观了宏伟的克伦堡宫 在克伦堡宫的塔顶 我们隔海眺望邻国瑞典 从赫尔辛格搭穿轮渡去瑞典只要20分钟 然后我们参观了临近克伦堡宫的丹麦海市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建在一座老船屋内 是丹麦当代建筑设计的瑰宝之一 它的展览讲述了丹麦海市 从15世纪商船时代 到现今船运工业时代的历史变迁 当晚我们入住了北西兰岛的一家豪华海岸酒店 伴着大海的摇篮曲舒舒服服睡了一觉 清晨在海浪身中愉快地醒来 真是美妙 回程路上 我们顺道游览了富丽堂皇的斐特列宝 在这座丹麦国家历史博物馆 伊尼尝试了各种时期的装扮 玩得不亦乐乎 城堡外华丽的巴洛克花园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北西兰岛的古迹与海岸线真是让人一夜未尽 这次全家旅行我给五颗星 对了 我们在规划此次北欧之情时 从这两个网站获取了不少灵感与实用信息呢 别忘了在微博微信上关注哥本哈根旅游局 记得观看我们的其他几部短片 便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哦